这些师父跟你们讲一定要做功德了 我告诉你接近末法时期很多事情要当心 因为每个人的征战都有可能出大事的 我只能点到为止 如果能到哪一天自己家里出大事了 再来每星期想做功德都没时间了 我告诉你一个刺心很重的人 一个不想付出的人 一个就知道自己事业啊前途啊命运的人 他菩萨不会保佑着 就像有些人要想想卖房子啊 想做什么想顺利 自私的不得了 你说菩萨会帮他吗 不动因果 菩萨不动因果 菩萨怎么动啊 就是到这个人完全无私奉献的时候 菩萨就给他安排了 因为这个人就没有自我了 很多人做地址都不知道 以为台长给他加持 他就可以作为台长弟子了 实际上你们被台长为师的话 不是不是要得到加持 而是要得到什么 要有愿力 明白吗 要帮着台长红法呢 才能做台长弟子啊 啊 你不红法的话 你做弟子干嘛 你现在的福源多大 你把你的好事 经过菩萨的教导 经过菩萨的学佛修心 你这个福建的这么大 得到这么好 你告诉人家的话 你是为了让他缺和啊 你不是为了去夸耀自己啊 你说有没有功德啊 你不要看有时候 你边上没人 护法人都在 你不要看你在跟人家 渡人的时候 你没功德 功德 大大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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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去告诉那些 还不相信的人 真的有菩萨在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